那我們來做一點點簡單的題目 好 這裡是問你說誰的力矩大 F2 正式問誰的力矩大 很簡單 F2 這個F2有垂直 F1就不用了 因為F1怎麼樣 F1的力線通過之理 它根本就沒有力幣 它的力矩多少 0 所以當然是誰會比較大 F2 而且F2是垂直的 所以力幣一定是最大的 最大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F2比較大 F2比較大 那這個類似體 類似體 幾個樣的勢力 它或者是最小 它或者是最小 誰的力矩最小 它的力 誰的力最小 3號 誰最小 誰最小 蛤 你答案選A是嗎 請坐 你答案選A F1是最小 作用力跟物體垂直的時候 力幣最大 力矩最大 然後如果完全不垂直 它是平的 它通過之點就沒有力幣 力矩是0 那麼圖上面F1的力線就通過之點 所以呢它就沒有力幣 它的力矩是0 所以它的力矩是最小 很簡單嘛 很簡單 第二個也是一樣 第二個也是一樣 然後問你誰的心事是對的 也有最大跟最小 還有問你它該怎麼做 然後這個比如說F1 是要F1乘D嗎 F1 F1就是利嘛 D是它的利幣嗎 那這邊B嗎 是不是呢 如果是就對嘛 如果不是就不對嘛 就是簡單的 基本公司的運用 就是了解一下公司 就往裡面帶就可以了 它應該多少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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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答案應該選擇誰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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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單位就是公斤重公尺 那二的力舉多少? 二的力舉是多少? 二的力舉是多少? 二十八? 二八? 二的力舉多少? 十,單位 公斤重 公斤重什麼? 公斤重 直接0.1乘100就好,答案10 這個是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利弊跟利都不用處理,就直接沉就好了 但是呢,也有些是要處理的 這個就是要處理的 這個施力沒有跟他垂直 我講過你有兩招 第一招 把利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要的是垂直分力 第二招去畫那個利線 然後做垂直 找到那個有跟這個 五牛頓垂直的利弊 這也是一招 看你怎麼做都可以 方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你就是要換算 所以這個就是回到剛剛講過的重點 利舉就是利弊乘以利 重點keyword的是 他們彼此間要互相垂直 如果他不垂直 你要找到垂直的方式 你可以把利改變 分解成垂直分力或水平分力 也可以去動那個棍子 找到跟他那個利線有垂直的利弊 都可以 看你要怎麼做都可 看你要想怎麼都可以 好厲害的 喔 欸?不知道女生嗎 二十去二十去 二十去二十去 答案 B 請坐 你答案選B 你答案選B 答案是 我們這次以前交過了三十度 手對的邊斜邊的一半 我這裡是把利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所以有跟他垂直的利就是一半 就是2.5牛頓 然後呢 利就是那個棍子的長度就是那個 0.6公尺沒有問題 所以往裡面乘就好了 利弊乘以利 所以呢 0.6乘以2.5 你也可以做那個利線 然後對過去也是一樣 三十度的水平分斜邊的一半 所以0.6就會變成 0.3 0.3乘以5 答案也是1.5 答案也是1.5 做法是一樣的 這就是 我們的練習 我們的練習做那個 真的有去算力局有多大的 再說一次 keyword的重點是什麼 利弊跟利要互相的 垂直 不垂直要找到垂直的才可以 這就是我們要提醒你注意的事情 ok